南陆县自然生态丰富 像是竹山镇的藤湖社区 位于郊区靠近山 相对的蝴蝶也多 但是民众往往不知道 如何来分辨蝴蝶的种类 为此社区就特别邀请了生态专家 来进行一场蝴蝶生态营 让大家更认识自己所居住的这片土地 画面上属看到的大只蝴蝶 也就是人称的蝴蝶 是让来上课的阿公阿嬷之虎很有趣 原来平时所看到的蝴蝶分为这么多种类 蝴蝶是不是在看的 没有你的名字 现在上课以后 有冬的 有母的 有一种菜鸭 一种比较大只蝴蝶 蝴蝶真的滴血 这冬的就是一个店 没有人的店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要跟老师来家 就知道要整栋 整栋 南投竹山的藤湖社区 位于郊区 靠近山 占生态环境丰富 时常出现在身边飞舞的蝴蝶也多 但往往却不知道 如何来分辨蝴蝶种类 社区特别邀请生态专家 来进行蝴蝶生态营 他们自小孩到大盒子 看到就是蝴蝶蝴蝶 今天他们有学家 有老师来感慨 所以他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社区的蝴蝶生态 是这么多 而且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现在都有法导解说原来这些是蝴蝶的 原来这些是蝴蝶的 原来这些是蝴蝶的 这些是蝴蝶的 这些是蝴蝶的 还是说这些是蝴蝶的 所以就蝴蝶得很高兴 蝴蝶有蝴蝶的 蝴蝶 蝴蝶 譬如我刚才看到那个大蝴蝶 就是要有鸡蝶蝶 柚子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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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山上 各有一些山区的 所以每一种蝴蝶 对他们来讲 他们住在这里 但是社群可能在山区 或是他们政策在山区 所以 还好也不会太陌生 他们也觉得蛮有感的 这样好像就在生活附近的 更容易勾起他们对自然的情怀 研习课程老师也表示 蝴蝶要分男女其实很简单 仔细观看花纹 多了一点就是女的 也期盼透过课程 让大家更了解 自己所居住的这片土地 来重视保护生态环境 借领轩 南投现场报道